好 为关怀孤苦失忆长者 财团法人和善基金会 携手天力生计 支持华山基金会 也带领了所有的同仁们 来到了全省五个偏乡 孤苦失忆长者家 来做居家环境的整理 那么这一次呢 更是来到了玉礼镇 来协助长者 那么和善基金会 以及天力生计 是长期关注社会弱势需求 那么也非常肯定华山 来帮助老人家 为了关怀孤苦失忆长者 财团法人和善基金会 携手天力生计 支持华山基金会 带领顾问群和百余位伙伴 到全省五个偏乡孤苦失忆长者 做居家环境的整理 这一次更是来到了玉礼 协助长者 地区人口老化快速 加上政府投入资源不足 使得长照杯哥平传 老人照护问题成为当地社会的烫手山芸 因为呢 我们选择玉礼这边 是因为这幅人家 黄先生 他本身这个房子呢 也因为921的大地震 然后呢 整个房子的那个班窍 还有他上面整个的漏水 这房子真的很成就了 那我们呢 就发动了我们天力生计 的所有的顾问们呢 一起来共立 然后帮忙爷爷呢 这个环境呢 把它打扫好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会帮他呢 再把那个外面露水的部分的铁皮屋 我们再把它架构好 让爷爷呢 有一个很好的环境 能够有一个居住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真的很感谢 我们所有的天力生计的顾问们 他们今天拨时间 从台北台中 过来一起共立的顾问们 真的非常的感谢 这次活动内容 除了如往年一般 由天力生计公司执行长 首席顾问 带领顾问群和百味的 伙伴分组到全省偏乡行政区 国苦失一长者座 居家室内 以及户外环境的整理 今年更帮助每一位长者 实现一个愿望 例如天购冰箱 电视 瓦斯炉 进水器 厨师机等等家电用品 让长者平日的生活 更甜便利 记者高雙雙玉镇采访报道